建制派站在樓會開始 直至今日的副表 我覺得是荒謬 但在今日的政治系統來說 亦都是一個意料之內的情況 所以我認為當中的評價 是不需要有太多去認真 或者是更加多的思考 建制很直接 是一個很無謂的事件開始 就是建制派集體樓會 當然我們都有一個很無謂的行為 去面對一個很無聊的影響 但是雖然是這樣的情況 我認為今日的判決 只是再次提醒我們香港人 我們香港社會並不是一些開明 或者是有所謂民主自由的社會 一直以來我們都要面對一個專制的政策 暫告一段落的情況底下 一切只是我重新 香港是一個專制的社會 才能夠出現 那你怎麼看那個財政會 跟民主要交呢 那個罰款 罰款方面其實我剛剛交了 那我認為的就是 那個不是說合不合理的討論 我再重新的就是 我覺得由建制派去利用 集體樓會的一刻去開始 就已經是一個很無謂的做法 直到今天來 其實整個時機都是一個很無謂的情況 但是政府用這個檢控的行為 去處理的話 我覺得只是重提大家 或者他們進去的 其實現在在 compiled寫作她 就是承家小小朋友 做法道於 你怎麼看那個床 因為我現在有個